由韓星李蒂勳主演的戏剧魔藩計程車 葵維金兩年推出第二季 手機開場李蒂勳就大繡胸肌 腹肌 他在記者會上透露 將這次當作是此生最後一次拍裸戲 努力練身材 果然健身成果讓人驚豔 今天很辛苦 你看到資訊上的資訊 不太好 手中劇情以先前轟動全亞洲的 柬埔寨詐騙事件為題材 描述眾多求職七年遭黑幫誘騙到越南後 被迫進行詐騙博弈等工作 李蒂勳接受委託後偽裝成求職者 置身前往越南調查 除了有精彩的飛車追逐武打橋段之外 李蒂勳還重新化身副角色王道吉 與詐騙案大姐頭林福子交鋒 兩人的再會也成了爆笑的驚喜橋段 首播在南韓標出12.1%收視率 比2021年播出的第一季首播的10.7%還要高 後視看掌